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兜唐王国 我是你们的堂堂姐姐哦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咯 小朋友们 今天堂堂姐姐带你们来到了爆裂飞车的现场哦 等等 快看 我们前面三辆机甲兽神 它们都是我们的爆裂飞车哦 首先 左边的这一个呢 是我们赤珠的 聂玉钢爪 那右边的这个蓝色的车子呢 是我们飞轮的风暴绿音 中间呢 是我们飞轮的弟弟 秦峰的轰天暴龙 那么今天呢 堂堂姐姐将来一场晶片争夺赛 那么谁胜谁负呢 那么接下来就看它们的比赛如何吧 现在小朋友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三个晶片和三辆我们非常帅气又酷的爆裂飞车 但是呢我们比赛的规则呢是争夺 芯片 所以我们拿出一个芯片 然后请出两辆爆裂飞车 那么首先就请出我们的链玉钢爪和我们的风暴绿音来进行一场对决 那么这场对决将会是谁的胜利呢 好 现在我们先把我们链玉钢爪 恢复成车子的模样 非常简单 把它底座的一个黄色的这个压过来 就成了一辆非常帅气酷炫的车子了 好 先把我们的芯片摆在最中间 到底会是谁夺的我们晶片最先变身成我们的爆裂飞车呢 小朋友们秉住呼吸看喽 好的 好 叶太高 我们的哄天暴龙却跑来凑热闹了 好了这场胜负谁也没获得胜利 我们的哄天暴龙他今天可不是主角 所以我们只能再重新来一次了 我们的哄天暴龙也太厉害了 不愧是取了这么霸气的名字 先把你收回去 等会儿你可得老老实实给我站在旁边观站 可不许出来凑热闹哦 虽然你也担心你哥哥 但你今天可不能凑热闹 好把我们到哄天暴龙放远一点 重新再来一场 好了我们现在重新开始比赛了 把新面放中间一点 小朋友们现在重新开始了 我们飞轮的风暴猎音压倒性的战胜了 我们赤猪的链鱼钢爪 从刚刚回放的视频上看呢 其实我们的链鱼钢爪其实是最先碰到芯片的 可是为什么他没有把芯片吸收进去呢 是可能是发飞的力度不够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刚好我们的风暴猎音呢 也同两个人是同时出击的嘛 但是我们的风暴猎音在我们链鱼钢爪 把芯片撞出来的一瞬间接到了芯片 然后呢成功的吸收了芯片 然后变身成功了 也就是说这次比赛可能带一点点巧合 但是呢也可以反映得出 我们的速度之上呢两个人是不分上下的 因为几乎是同时到达 只是呢力量上面就看谁更加强悍一点 那我们就再重新比一个 接下来呢也是同时再比 但是呢我们就看速度 我就放两个芯片 放两个芯片 然后让他们两个人同时出发 看谁先吸收芯片 这样看一看到底是我们的风暴猎音的速度快 还是我们的链鱼钢爪的速度快 好了小朋友们现在就屏住呼吸 再次观看我们的比赛哦 好了现在唐团姐姐又拿了一枚冰属性 石的芯片 这枚芯片呢 以前也是我们啊 飞轮的这款风暴猎音 同属性的一辆 一个芯片 那么现在我们不是比力量 而是比速度 所以呢芯片的力量呢是其次的 现在呢唐团姐姐把两枚芯片同时放好 放正然后再来一场我们速度的对决 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们的风暴猎音再一次战胜了我们的链鱼钢爪 这是为什么呢 从刚刚那个镜头上看得出来 我们的链鱼钢爪的速度根本就不比我们的风暴猎音差 可是我们的风暴猎音却夺筋成功了 而我们的链鱼钢爪却失败了 难道是我们速度方面真的是不分上下 还是说我们的风暴猎音在夺筋这个速度或者角度方面 把控的比我们的链鱼钢爪要强一汗一点 哦天哪 这点唐团姐姐得再次确认一下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场胜负的对决 依然是夺筋比赛 比平的是我们的速度 然后呢当然我们的方向会改变一下 如果这一次依然是我们的风暴猎音胜利的话 那只能说明我们的风暴猎音是一个全能型的爆裂飞车 好现在将我们的风暴猎音还原成赛车的模样 现在我们的风暴猎音在唐团姐姐的左手边 而我们的链鱼钢爪呢在我们的唐团姐姐的右手边 好现在呢我们把我们的晶片摆放在最中央 哇哦我们的小蜘蛛念玉钢爪滑了 他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蜘蛛的模样 快看 现在小朋友已经看到他帅气 有霸气的一面了吧 前两次的比赛 我们都很遗憾的没有看到他变身的模样 现在小朋友们已经看到他变身的模样了 可是我们的风暴猎一呢 在这次的夺金的争霸赛中呢 也变身了 可是呢 他在跟我们的链鱼钢爪同时抢到了晶片 但是我们的风暴猎一可能是在抢夺晶片的过程中嘛 就撞击到了我们的链鱼钢爪 然后他变身 但是他翻过来了 就是没有变身成这样的姿势 而是这样的姿势 那么这场对决算是谁的胜利呢 如果说是以速度力量 很有漂亮的姿态登场的话 那这场比赛只能说是我们的链鱼钢爪的胜利了 他不仅夺金成功 而且以非常优雅非常迷人 非常有霸气的姿势展现在小朋友面前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这场夺晶速度大比拼呢 最后一场比赛呢 我们的链鱼钢爪战胜了我们的风暴猎鹰 但是呢我们风暴猎鹰却连续胜利了两场 三场比赛呢 他也都夺晶成功 只是最后一场赢的不是很漂亮 也就是说最后一场比赛也可以说是平局 但是呢如果说以漂亮速度来评论的话 那就最后一场比赛呢 就算是我们的链鱼钢爪的胜利了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两辆车子呢 现在他们都变成了华丽丽的 健身成功 都是非常漂亮 而且呢也非常的帅气 如果小朋友们喜欢的话 就赶快来收集我们的链鱼钢爪和风暴猎鹰吧 好了 那糖糖姐姐就在这里跟你们说再见了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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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朋友们 更多视频可以在下方订阅我们兜唐王国 这样就可以成为我们王国的小公主或小王子了 也可以拿起手机 微信添加公众账号兜唐王国 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王国的公主或王子勋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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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